YouTube在去年的时候 增加了影片章节的功能 你可以把你的影片分成不同的小段 并且给每个小段寄命名 这样观众在观看影片的时候 就能够根据不同影片的章节 去快速找到他们想要的信息 不仅如此 YouTube也说到他们会非常重视影片章节的功能 就提升整个平台的搜索主角性 今天这期影片 会介绍给你2Body最新开发的一个功能 它会帮助影片快速建立章节 让你影片获得更多搜索流量 Hello大家好,欢迎我的朋友,我是 Grayson 希望大家可以去频道 在网上导这个品牌 欢迎点我频道,喜欢选免费的 记得把旁边小段打开 就能够接收到最新一篇通知了 另外在底下描述完 也能够找到很多轻胖熊工具 我们可以进入一部影片 然后选择它的详细信息 然后找到这个Add Chapters 这个就是加入章节的功能 我们点击这个选项 像是进入到我的影片 我可以移动这时间轴 当我移动这时间轴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指针也是在移动的 这里有个加号的标志 这就可以让你添加个章节 现在在右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添加了一个章节 你可以点击这个选项添加章节 并且我们可以修改章节的名称 例如第一个就介绍 第二个就是如果加入影片章节 然后我们可以继续移动 然后移动到这边再添加个章节 修改它名称 先我们添加了三个章节 这里图Buddy有提示到 你必须要至少保证每部影片有三个章节 然后每个章节它的间隔是10秒钟以上 然后每个章节必须要有个标题 这样才能够帮助你做好更好的影片优化 这里我建议大家在想影片章节标题的时候 你可以试着想一下 如果这章节就是一部影片 你该怎么命名 你就加入一些关键词 尽量能够吸引到观众 这里需要建议大家 需要尽量避免使用标题一 方法一 信息一 这样的章节标题 对于观众来说 这样的标题是毫无意义的 没有提供任何的信息 你的章节标题需要尽量概括 这个章节具体讲什么内容 让观众能够简单易懂 然后这里有两个选项 一个就是可以选择复制 这样就可以复制到 你的影片的描述栏里面 非常的方便 或者你可以直接选择 加入到影片里面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影片里面就添加了影片章节 大家是不是觉得 这个功能非常方便 非常好用呢 我想知道 如果使用TWODY 去做好关键词的优化 去帮助你频道 获得更多搜索流量 可以去看我这些影片 我也主要是 这些影片对牛帮助 欢迎赞 为了解更多关于这些内容 欢迎点赞我频道 如果喜欢我们的互动 可以关注IG 这里下面要喜欢 你能够找到很多 记得买手工具 我们下次见 拜拜